在公主的眼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寒雪指导的短片里 一个外卖小哥住着上海豪华小胆间 每天六点起床 还正能量的说着 不能超市要和十日间赛跑 他要是真的努力工作也就罢了 关键他一天就三十胆 这要超市有点过分的吧 其实要说这速度 还是别赛跑了吧 你这小电车也跑不过 估计一天三十胆 时间都用来给车充电了 不说后面 今日看门开头五秒 你就会觉得 这一画质这一滤镜在背上 这一挡不住贵气的小哥 就是某个装装的公子哥 在体验生活 说不定还会在某个转角 遇到爱情的偶像剧呢 然后起伏来了 小哥还有三分钟超市 但他此刻已经到了楼下 顾客不要他把餐放在楼下 容易搞混 于是就让他等着 正常的外卖员是 等着就等着呗 我这单按时送达了反正 而寒雪知道的外卖员却是 这要是遇上不好脾气的 这哥们一天得被投诉八百回 接着小哥一个跑身就被车装了 起身柔言这一段 有没有很像蜘蛛的富二代 要回想起什么呢 然而并没有 他还是哪个他 一天三十弹都能盲超时的 连爸爸电话都回不了的 虚伪小哥 他爸等他电话 从中午等到了凌晨一点 好不容易小哥回电话了 那边竟不痛不远的说了句 这么大的事情 就把影响孩子工作部打电话 你家孩子一天跑三十单 一天就整一百二十块 这在上海有杀害怕影响工作的 要我说 这工作不要也罢 爷爷并没有直接关掉接单 送完最后接单 就能反正回家 这一家请的 可比单位容易得多得多了 这一系列做法真让人看醉了 要我说小哥在 得知爷爷去时候的反应 也够领累的 他没有低时间买票回去 或者表现出着急的状态 而是不停的给爷爷打电话 抱着给爷爷买的毛裤 痛哭流涕 说了一大堆不痛不远的台词 然后就睡到了第二天闹钟响 这种突如其来的强行煽情 感动得只有寒雪自己 片子还没放完 他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 台笑的李称如 一分绩效 两分凉薄 三分漫步 精心的倒 蔡康永接着说 他自己哭了 所以可能对他来讲 这故事感情很重 看看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寒雪上台说他对爷爷有遗憾 所以想拍个短片告诉大家 珍惜眼前人 这句句不理爷爷 不得让人想起了 袁华的我的区长父亲 就在昨天 袁华同学 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的一灯奖 作文题目是 我的区长父亲 看寒雪库的这么认真 台下的剑影团是如梗在喉 如芒刺猬 透不及爱的深热发言 此刻蔡康永又展现了语言的遗述 导演这么伤心 他们难道还能讲出什么 这你就小瞧这群人了 首先第一位发言人 你讲了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但是我们没看见 我们看的是荧幕上的电影 你的团队非常棒 但是 你这个没有故事啊 没有情节 然后是第二位 自我感动和感动是有差别的 它让我觉得20分钟特别漫长 真的 这是很不容易的 其次 暂时观众戏 选择这个题材有点强行催泪 最后是制片人 你一上来你开始讲你的故事 我们要看的是你拍的故事 不是你的故事 此时的韩雪还没意识到问题 直接甩锅给了柯兰 柯兰主动背锅 开始道歉 这个 这个真不好意思 是因为柯兰姐一问我 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 我就有点封不住 这完全是我的责任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就这个问题 真的是 我身为一个经理人的错 我一开始 不应该 对不起 韩雪 我可能害了你 不好意思 韩雪导演 一上来就哭的人 难道不是你吗 一流的演员 加顶级的制作团队 就排出个这 怪主真 似乎是过分了 谁能想到 导演秦水教 首个被喷出圈的 不是导出竹梦演艺圈的 毕之飞 而是有着顶级团队 给他保驾护航的韩雪 韩红作曲 张艺谋合作的摄影师 赵小丁大音摄像 短片改编自意大利 知名电影 天堂电影院 打着这样旗号的韩雪 最容易呈现的短片 却是不伦不累 现实中 应该没有会住着 上海精装修房子 爱好弹吉他 看书的外卖小哥 还坚持用小容量电车的吧 这种又小子又苦逼的生活 我们真的有点看不懂 其实这短片 利益不错 全国外卖小哥数量 高达千万人 他们总是和安全 无保障的关键词 联系在一起 一个好导演 想要拍成一个好故事 真的不难 只能说 韩雪作为跨境导演 火候还不够 而这次 他被吵得这么厉害 最主要的原因 还不是 他不成熟的导演身份 而是被他基于求成的甩锅 和挂在嘴边的爷爷 说起甩锅 韩雪干的可不止这一件 2019年4月 韩雪出演音乐剧《白夜行》 观众坐进场馆 临近开场了 才收到通知 演唱的部分 将会采用 设限录制好的声音素材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假唱 和演员抠图性质一致 他说他得了即兴生代言 一声他取消演出 因为事发突然 团队也没有非常有效的预案 没有替代性的闭嘴 只能出此瑕策 但稍稍动动脑子就能知道 现场放录音 绝对不是临时突发 韩雪早知道身体有恙 完全给组织推票 但他没有 警告麦残甩锅 就像吸射凌人保持形象 只有这一次 当导演感动自我 真的是如出一辙 再看看别人有同样情况 会如何处理 2013年陈道明突发高烧 不得已推迟话剧公演 开场前 他被人搀扶着 登台道歉 并且送全体观众离场 后来又直接补演了三天 还给演员们都收起了道歉卡 歉 又辛苦您来一趟 这和韩雪一笑 高下力见 除了话剧假唱 还拒绝李安并甩锅 不拍大制度戏 色戒大火后 韩雪自保当初李安拍色戒 到处找女主角的时候 偶遇了李安 经纪人鼓励韩雪去试试 韩雪没去 她害怕她以后没办法给孩子交代 她害怕她赌音事业 赌书生活 先不说她挺自信能卷上 就来说说打S的版本 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 她到底要拍什么 所以她其实找我试镜的时候 她没有说 她要拍什么样类型跟尺度的电影 她只要我们看了张爱玲的色戒 然后她就挑出其中几场戏 要我们演 可是她没有告诉我们是那么大胆 这脸打的那是啪啪啪 说完自我感动 咱再来说说她眼影 想到韩雪你脑海中第一个是什么 是仙气飘飘貌美如相的体善公主 是一人分多绝经验全场的胜离其境 还是低调到全世界都知道 她一个军长爷爷 不管你们是哪个 现在情况就是 韩雪已经没有作品很久了 这些年她的出现 就像是流量明星刷棕一样 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刷到了神坛之上 她在上面漂浮了太久 早就忘了其实自己的基本功 并没有扎好 如今她百如山倒 黑料以来就铺天盖地 也算是有因必有果 从一开始敬演一圈 韩雪就靠着爷爷的身份混得如鱼得水 刚出道就和郭富城张伯志演爱情剧 通演 她还以文化考试地名的成绩 被杀戏剧学员表演戏录曲 03年她的身份背景就成猛笔 在一层一层八卦和关系网的渗透下 韩雪的背景就无人尽皆知 07年韩雪代表内地登上春王舞台 到了08年 布建奥运会闭幕式有她的身影 神舟发射有她的身影 就连充满也再度有了她的身影 台上她的歌手过渡到了小品演员 台下她找门山宋祖英做一桌 后来韩雪晒出了爷爷的军功章 同时官博也转发并附稳 红色背景值得骄傲 虽然没有人能说得出她爷爷到底是谁 但是她的人设已然打造 骄傲 高冷 神秘 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高知识偶像 大家初次碰上 谁不按下一句牛批 再加上她的著名的三不原则 不拍吻戏 不把圈内人谈恋爱 不把自己当圈内人 这一套流程下来 谁不为她在心底默默抬了个咖 但其实子西往回推就会发现 韩雪的演技似乎一直都是一个样 如果没有这些光环 她真的能抗拒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 她这么多年演的剧一点不少 但大家的印象说 综艺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虽然拿下了演员的冠军 但拿下淘汰的 真的就是演技差的吗 当潮水退去 谁在罗勇一眼贬之 她作为演员 水平中等我们能接受 但是她一边挣着娱乐圈的钱 一边又自动滑青和娱乐圈的界限 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会使得她无论多么优秀 也不会让人想去狂热的粉 最多也就是 哦 她真棒 但同时 她做高位太久 也会自量回清高 这次的外卖员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但凡她就问问 身边优秀的编剧制作人 把时间花在整体剧情 而不是自我感动和金牌音乐摄影上 这转型也就不至于这么难堪 但其实不论怎么说 韩雪是个认真的人 也是有意愿成为一个好演员的 但是她的清高 让她有些作奸自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